在作证言当中我们说我作证 它是什么意思呢 我内心坚信 口舌招人 身体力行 没有应受崇拜者 只是熟识安拉 所有对安拉 意外者的崇拜 都是虚妄的 我们只崇拜安拉 那些喜悦 他人崇拜自己的 都是歹徒 没有应受崇拜者 只说上拉 建立在两个要素之上 没有应受崇拜者 是指安拉 所有的安拉 以外者 都应该受到崇拜 只说上拉 只有安拉 已经受崇拜 我们同时要作证 先知 是一个是安拉的仆人 不应当受到崇拜 他是安拉的使者 不会说谎 同时我们还要归信 阿尔萨是安拉的使者 他也是安拉的祖父 是安拉的使者 我们喜爱阿尔萨 所以我们真正喜爱阿尔萨的人 对应当追随 我们的使者 叫阿尔萨 阿嬷